秦始皇陵是中华大地上的未解之谜 被称为鬼吹灯九层妖塔的原型 千百年来 从未有人成功打开过秦始皇墓 即使不敢开 也是开不了 哪怕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我们也未能动秦始皇墓一分一毫 那么 秦始皇陵为何如此神秘 它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构造 以现在人类科技的发展速度 打开秦始皇陵至少还需要多少年 真的有希望打开吗 上世纪六十年代 考古人员曾对秦始皇陵 进行了一次科学的全面测绘 发现秦始皇陵的总体面积 约有17个足球场之大 直到70年代 几个农民在附近挖井的时候 无意之中挖到了兵马俑 兵马俑坑的规模之大 造型之栩栩如生 更加让人坚定 在秦始皇陵之内 一定还埋藏着更多的文物宝藏 然而 兵马俑登陪葬坑 只不过是浩大的秦始皇陵的冰山一角 离秦始皇陵地宫相隔很远 所以 我们现如今已知的秦始皇陵 极其有限 传闻 皇陵内部不但有高山湖泊 还有遍地的金银珠宝 以及燃烧千年不灭的绞仁灯 正因地宫内价值连城的财富宝藏 千百年来 秦皇陵都吸引着无数的盗墓者 据说 就连楚霸王项羽 都曾派出30万人 去盗绝秦皇陵 但是挖到一半的时候 一只金子做的大雁突然从墓中飞出 一直朝南飞去 在司马迁的记载之中 也曾明确写过 秦始皇在为自己修建陵墓的过程之中 命能工巧匠在地宫之中挖了很多陷阱 陷阱坑中全是倒叉的刀剑利器 表面附上一层掩盖物 人一旦踩在上面 就会直接掉入坑中被戳成刺猬 而这也是考古学不敢贸然进入地宫的原因之一 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机关 而那些机关又究竟在哪里 一旦中奖就会惨死而亡 白白牺牲一位考古学家 试想 当年项羽用了30万人 都没有成功破除秦始皇陵的机关 更何况是人命比天高的今天呢 更何况 即便有些武功高强 经验丰富的盗墓贼 深入秦始皇陵的地宫 成功避开重重机关 也会被活生生的毒死 因为秦始皇陵之中 还有一片用大量水银制成的江河 百川大海 在对秦始皇陵进行构造研究之时 考古学家曾利用高科技 对秦始皇陵的地宫进行核瓷扫描 发现 正如北魏地理学家栗道源所述 以水银为江河大海 在于以水银为四读 百川 五月九州 据地理之事 数据显示 在秦始皇陵 确实有大量的水银在流动 陵木封土的土壤样本内 也都检测出了超量的拱 显然 拱是在施工的过程之中注入的 却地宫之内 处于一个近乎真空的环境 可谓是 凿之不入 烧之不燃 扣之空空 如下无状 这不禁让人好奇 以当时的技术 是怎么做到 让地宫处于真空状态的 又是怎么获得 如此巨量的水银的 真空的原因 无从可解 但水银的来源 却有所考据 极有可能 是一位名叫 清的寡妇所提供的 清世代以开采朱沙为生 而朱沙可以用来提炼水银 所以 这位寡妇 格外受秦始皇的青睐 甚至史书之中 如此记载道 清 穷乡寡妇 礼抗万成 明显天下 岂非以父也 至于秦始皇陵之中的 这些大量的水银 除了保护地宫之中的陪葬品 地宫里 巨量水银经过千百年蒸发 所形成的巩物 对于人体也是剧毒的存在 就算考古人员做好防护 暂时避免了巩物的毒害 也很难保证 秦始皇陵在打开之后 这些巩物 是否会大量释放到地表 对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污染 从而威胁到附近居民的健康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文物保护水平 也还远远不够应付如此庞大的秦始皇陵 反而会对秦始皇陵内的文物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以兵马俑为例 其实 兵马俑刚出土的形态 并非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灰色 而是色彩斑斓的五彩色 可是在接触阳击之后不久 这些兵马俑就迅速褪色 变成灰蒙蒙的颜色 实在是可惜 如果我们有科学的文物保护办法 和特殊的挖掘手段去处理它 也许时至今日 我们还能看到鲜艳的兵马俑 著名的马王堆汉木也是同理 那句千年不符的心追夫人 刚出土时简直栩栩如生 结果因考古人员保护不当 将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露台 公开展览 导致尸体遭受了极大破坏 迅速干扁下去 所以 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 考古专家本身也不主张 对于秦始皇陵进行挖掘 让那些文物待在他原有的环境之中 就是对他最大的保护 可是 想要弄清楚秦朝时期的真实历史和发展状况 我们也不得不借助秦始皇陵内的文物 进行考据 所以 为了加深对于我国文化历史的探究 我们不得不在某一天打开秦始皇陵 那么 打开秦始皇陵的那一天 还需要多久呢 transp st 词 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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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